好11月底就要開始投票了 但是呢民進黨他們到底能夠贏多少 有人打了一個大問號了 包括這個前立委許國泰 他就說了民進黨今年可能大勢已去 很可能在北台灣一席的縣市長都拿不到嗎 台北基隆新北桃源逐縣逐市這邊 有可能全軍覆沒嗎 那麼我們就來看游一龍說 這個重演公投大反攻的 根本有可能呢 這個是他太過輕敵了 有可能之前的戰貓已經變成肥貓了 還是因為已經榮華富貴灌了 不知道怎麼打仗了 我們就看看的是這個桃源市長參選人張善政 他跟這個鄭運鵬兩個人 這民調互有領先 廝殺非常的激烈 對於說台灣桃源有發生 118名的3歲小朋友 施打工廢流感疫苗 結果誤打成了國光疫苗 但是國光疫苗呢 不可以接種在3歲以下的小朋友 來認真今天對於這件事情 說之前的桃源的工程出了問題 現在醫療也出皮漏了嗎 到底是不是螺絲掉滿地啊 那你怎麼看一下有118名的男生 以下的小朋友輔導一個網路 有大家非常的感情 這個聽到非常難過 我大概有幾點想法 第一點是說 我們的醫護人員 這兩年實在太辛苦了 趁這個機會 為了他們表達對他們的建議 第二 市政府的行政管理 絕對是有心思 從前一陣子的工程到現在這個 不只是螺絲鬆了 工程也出問題 醫療也出問題 根本就是螺絲掉了 螺絲掉滿地 另外就是覺得說 我每次講說桃源市政府 有什麼問題 鄭運鵬都說 我都看小問題 都是小事 我請問鄭運鵬 你覺得今天打中疫苗這個是小事嗎 你能這麼出來講點話 替我們桃源市民爭口氣嗎 怎麼看現在 鄭運鵬委員他要來去市長 是他的哥哥 去當綠營的側營本專 然後他現在好像有一點 有要切割的 不是 我是想說 哥哥在造假 弟弟挺抄襲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麼另外一位 這個參選人呢 鄭寶欽 他就特別生氣 他怎麼說呢 因為之前呢 這個名獎桃源市場參選人 鄭運鵬的哥哥被爆料 爆料說這個高鴻安 是靠特權進入北英女的 那麼鄭寶欽就說啦 你的弟弟在選舉 那麼呢 你現在呢 是拼命的呢 在那邊造謠這樣子對嗎 好 別人都不能雙標 你們就可以雙標的在修理別人 這樣說不過去吧 我們持續來看看 這個弟弟拼命在挺抄襲 那哥哥拼命在造謠 那這個表示你們是一條線的 我們可以看到鄭運鵬 看到鄭文燦抄襲被查到之後 他甚至於鄭文燦的抄襲更離譜 他是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這個 參考文獻裡面分成兩段 前面那一段很清楚是台灣人寫的 因為他寫國立清華大寫 下面那一段是另外一個人寫的 是中國寫的 為什麼 因為中國人不可以寫國立清華大寫 他只有可以寫清華大寫 那我請問一下 是台灣的清華大寫 還是中國的清華大寫 所以他是兩個人去不同的筆記寫的 我們可以看到鄭文燦被打了 這麼好幾天了 大概兩三天了 鄭文燦從來沒有出來講說 這個哪裡有錯 他就講說這個所謂的引述都是正常的 我請問大家一下 你現在把高昂恩打成這樣 用雙標來修理別人 然後對自己就非常的客氣 甚至也沒有人再敢打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是雙標 那麼鄭文燦發生這個事情 鄭英平還回過頭來說 說鄭文燦是天才兒童 他絕對不會抄襲 他的腦袋很好 不會抄襲 我請問大家天才兒童幾歲叫做天才兒童 鄭文燦是十歲嗎 是十歲嗎 再來天才兒童跟有沒有抄襲 這是兩回事嘛 所以現在人家告他 告他什麼說鄭英鵬 你說這個林志堅沒有抄襲 而且兩本你詳細的對過 通通沒有抄襲 現在人家叫你去作證 所以你為什麼說他沒有抄襲 所以這個整個都是什麼 都是說坦白一點 就是桃園這個很清楚的 桃園三結議 現在是抄襲三結議 都是在講抄襲嘛 鄭文燦抄襲 林志堅抄襲 鄭英鵬在挺抄襲 那更離譜的是鄭英鵬 從頭到尾 他把別人的政績 都當成自己的政績 這也是抄襲的一種 好 持續來掌握的是 民眾黨新竹市長參選 高鴻安的博士論文被質疑抄襲 資策會論文 資策會明明在9月20號說 沒有侵權 可是兩個禮拜之後呢 態度大轉彎 說兩者雷同處高達八成 還說要告高鴻安 高鴻安就說這是政治追殺吧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怒皮說 這是雙標黨最大的例子 而且是全黨還動員了 國家機器再打一個人 資策會明明9月20號才說 高鴻安的博碩沒有侵權問題 怎麼過了15天卻髮夾彎 指出兩者雷同處超過八成 還要喊告 我們的博士論文有113頁 那他目前所講的 我在資策會期間 所對國外發表的這個期判論文呢 其實他的頁數僅僅有六頁 所以我想任何一個數學正常的人 算出來的六除以113 都絕對不會是八成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誤導 跟帶風向 確實是非常不好的一個政治攻擊的手法 高喊政治力介入搬出數學理論 捍衛清白 也讓柯文哲氣炸了 這個就雙標黨最大的例子 這個已經不是說全黨打一人 全黨加動用國家機器 全國打一人太過分了 就實在 綠營測意全出動 高鴻安臨時取消 手工造DIY行程 也被說成不請自來 讓他立刻秀出對話記錄截圖 痛批根本是抹黑一條龍產業 連獨北一女都變成是靠特權官說 棋底粉專背後經營者 竟然是張韻鵬的親哥哥 希望說大家尊重每一個國人的自由 言論自由 那我哥哥跟我本來 就兩個不同獨立的個體 我原本說言論自由 我的覺得他評語就是 他認為民進黨有造謠的言論自由 難怪柯文哲怒轟雙標黨 農委會在短短17天內 就完成調查張勝正的研究計畫案 對比涉嫌抄襲的陳吉仲 標準卻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陳吉仲主委 過去在學校擔任教職的時候 其實也接受過不少部會的補助 包括國科會 農委會跟交通部 這些部會所支柱的研究計畫 陳吉仲你都應該出來說清楚 到底有沒有抄襲 你到底引用的文件來自於哪裡 有沒有抄襲你自己學生的文章 都應該要說清楚 從農委會到資策會 國家機器動起來 凸顯民進黨全黨打藝人 甚至全國打藝人追殺政敵的高超本領 記者蕭鎮年軒抬頭 看到的是國民黨在苗栗縣長選情分裂加劇 甚至也傳出黨中央指示 處理現任縣長徐耀昌的黨籍 被開除黨籍的縣長參選人周東景 還說自己是鄭藍軍 兩個場的不可開交 至於黨主席朱立倫他怎麼說呢 他說正在進行中的事情不評論 周東景還說他才是鄭藍軍 說現在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 跟其他黨的候選人是三綠打他一個籃 會不會覺得說選民會混淆 我想這一次我們提名的每一位都是我們國民黨的代表的鄭藍軍 每一位都是最優秀的候選人 那我們希望在最後的五十天 所有的選民大家認清楚團結在一起 支持我們國民黨提名的最優秀實實在在清清白白的候選人 可是苗栗縣黨部說他們是按照上面的指示要優先處理縣長的黨籍 指的是你的指示嗎 那你支持撤銷縣長黨籍嗎 我不會去針對任何在進行當中的任何事情表達任何的意見 主席這國慶日即將到來 馬前總統說呼籲別稱台灣國慶日 今天上午行政院長孫勝回應說 不要自己對台灣沒感情還批評別人 主席你自己怎麼看呢謝謝 10月10號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也是所有台灣人大家最重要慶祝的一個慶典 那正式的名稱是叫中華民國國慶 當然是我們台灣人大家一起非常驕傲的國慶日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 超級香玉